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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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天赋世界 当我侧耳倾听 宇宙歌唱万物相应 星辰同声赞美 这是天赋世界 我心没有平然 树木花草兰天碧海 树说天赋卷编满 这是天赋世界 香鸟欢唱地名 青春明亮 白花美丽 雪阳创造大壳 这是天赋世界 它爱充满世界 红炊草龙将它表现 万物传探恩业 这是天赋世界 他爱出了世界 这是天赋世界 求主教我不忘 黑暗势力虽然猖狂 天赋却仍作王 这是天赋世界 我心不必忧伤 上帝是望与宗幻常 主恩同志万方 成世天赋世界 我心不必忧伤 上帝是望与宗幻常 主恩同志万方 我心不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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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父神与基督 因经上记载你的仆人雅各 向陕居各地的奢侈派问安 现在无论我们在各自的家中 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因着在基督里奉主的名 积极一同来敬拜你 愿你的宝血竭尽我们 让我们能够谦卑顺服你的心意 能坦然无忌来到你的面前 愿主赫厚的恩高你的仆人 李基尔牧师分享如何忍受思念 让我们晓得求你的智慧 来应对我们现在的困境 愿主你的话来帮助我们 在生活中不是一个三心两意的人 在明确的道路上直奔 忍耐坚持到底 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的 Amen 我们读《使徒信经》来坚定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真尼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 被定于十字架 受死埋葬 将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Amen Zither Harp 扑天下像野荷花 关乎歌唱 又能谜语 花梅在他的声索 野荷花潮呼万神之上 地名有尊荣 何谓言在他面前 来像野荷花歌唱 将争旧盘世欢呼 因野荷花为他 当首吉他的赞美 来像野荷花歌唱 全地要向他歌颂 在烈榜中述说 他奇妙的座位 优优优独播剧场 扑天下像野荷花 欢呼歌唱 又能谜语 花梅在他的声索 野荷花潮呼万神之上 地名有尊荷 何谓言在他面前 来像野荷花歌唱 将争旧盘世欢呼 因野荷花为他 当首吉他的赞美 来像野荷花歌唱 全地要向他歌颂 在烈榜中述说 他奇妙的座位 当尘血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缘 当感谢野荷花 圈颂他的生命 因为野荷花奔为山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心事永不更改 直到完蛋 来像野荷花歌唱 相争旧盼世欢呼 因野荷花为他 当首吉他的赞美 来像野荷花歌唱 全地要向他歌颂 在烈榜中述说 他奇妙的座位 来像野荷花歌唱 相争旧盼世欢呼 因野荷花为他 当首吉他的赞美 来像野荷花歌唱 全地要向他歌颂 在烈榜中述说 他奇妙的座位 在烈榜中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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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真是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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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部分到永远 到永远 除了你在天上有谁 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 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 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 深圳是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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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部分到永远 深圳是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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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部分到永远 到永远 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 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 深圳是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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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部分到永远 深圳是我的力量 深圳是我的部分到永远 深圳是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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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券的 Glenham 老板 全如也是我ñr TheEnter 你像我 终于你的东西 放我在你的手心 我并着星星凝聚 你奉舍你的意识 世界也不能夺去 神美好的质疑 我并着星星凝聚 你爱念永无止息 看见美好应许 真正荣耀 全都对于你 你良恋 保守你所爱的 你无敌 永远不离不息 你将我 终于你的空心 放我在你的手心 我并着星星凝聚 你奉舍你的意识 世界也不能夺去 神美好的质疑 我并着星星凝聚 你也偏 永不止息 看见美好应许 真正荣耀 全都对于你 我等候着我相信 你爱我永不放弃 世界也不能夺去 神美好的质疑 我等候着我相信 你是你放过我里 看见美好应许 真正荣耀 全都对于你 全都对于你 哪哪哪哪哪哪哪 哪哪哪哪哪哪哪 世界也不能夺去 全都对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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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美好应许 全都对于你 我全心 全意满意 感觉美好 允许真正 我全心 全意满意 先我们来看今天的正道经文 是在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 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 向陕基各地的十二支派问安 我的弟兄们 你们遭遇各种失恋的时候 都要看维席了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 就产生忍耐 但忍耐要坚持到底 使你们可以完全 毫无缺乏 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 就当像那厚吃众人 而且不斥责人的神祈求 他就必得着 可是他应该凭着信心祈求 不要有疑惑 因为疑惑的人 就像被风吹荡翻腾的海浪 那样的人 不要想从主得到什么 因为三心两意的人 在他的一切道路上 都摇摆不定 卑微的弟兄应当 以高僧为荣 富足的也不应该 以降悲为辱 因为他如同草上的花 必要过去 太阳一出 热风一吹 草必枯干 花必凋谢 他的美容就消失了 富足的人也必在他的奔波经营中这样爱若 能忍受失恋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 必得着生命的冠冕 这冠冕是主应许赐给他爱的人 感谢神的话 今天我们很高兴来自基罗安嘉音堂的李基尔牧师 来到我们的线上 与我们分享他今天所带来的真道题目是 如何忍受失恋 等一下他也会为我们带领圣餐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很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在空中崇拜相见 今天我们透过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 来与大家分享如何忍受思念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给我们你的话可听 在这疫情当前 雅各书一章一到十二节 告诉我们要如何忍受思念 我们知道主你爱我们 因此我们不被这个环境 现实的状况给打压而害怕 反而我们要靠主你的话 战胜我们现在的处境 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引导我们 用一个谦卑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 奉主耶稣名求祷告 阿们 人生或多或少会面对不同的遭遇 有患难 有苦难 有挑战 也有成长 年幼的时候 我们面对最大的思念 可能是推济如山的功课和考试 青少年的时候 面对的思念 可能是学业和朋友的压力 成年人的思念 可能是来自工作 家庭和社会的压力 今天我们看见很多腐败的制度 不公义 道德 都是这个时代的思念 基督徒面对黑暗的时代 该怎样继续为主发光呢 面对思念的时 给我们什么提醒和帮助呢 让我们从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思想如何忍受 思念这个主题 耶稣的兄弟雅各 在写信给 在写信给闪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书信当中 既谈到试念 也谈到试探 同时 他也告诉读者 对基督徒来说 忍受试念 有极大的益处 但是 落入试探 则有可怕的后果 估计 当时那些犹太的基督徒 散居各地 生活艰苦 在使徒年代 许多教会的信徒 都属于低下阶层的人 在社会受到逼迫 受痛苦 被人看为低贱 没有身份 没有地位的人 往往在他们的生活 因食物的短切 居住环境 政治迫害 信仰被逼迫的 而导致充满许多的思念 所以 今天 我们读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当中 作者从第二节开始 谈论试念 在结尾十二节也总结出 面对试念的人 是有福的 让我们确定全段 是集中 讨论试念的主题 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 谈论到试念的目的 五到八节提醒我们 在试念中 要祈求智慧 九到十一节提醒我们 怎样看待卑微的人 第一 试念的目的 生命改变 比环境转化重要 从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 雅各简单地问候之后 立即对一般信徒做出劝勉 提醒他们 在面对试念时 应该怎么样去行 事实上 中文和合本新页圣经的雅各书中 是作试念或试探的名词 原文中是同一个字 动词也同是一个字 作为包裔用识 被翻译成试念 如雅各书第一章二节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的试念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做贬义用识 就视为试探 例如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说 人被试探不可说 我是被神试探 何时作为试念 何时作为试探 必须根据上下文来决定 例如 今天我们读到了 第一章第十二节 圣灵又借助雅各告诉我们 忍受试探的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念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足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 请注意 为了准确地解释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把中文和赫本 是作试探的地方改成了试念 换言之 和赫本理解作贬义的地方 现在我们把它改为 褒义来使用 因为第十二节是 二到四节之道理的 进一步的阐述 那里说到 神的百姓要把 一到百般的试念 看为大习了 因为在试念当中 信心经过的试验 就生忍耐 忍耐到底就带给我们 生命已成熟和完美 第十二节 正是从这意义上 雅各在这里说 忍受试念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经过试念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 那些爱他之人的 这里的冠冕 是指得胜者的冠冕 可以参考启示录 第二章第十节 因此生活上的难题 往往有两方面的意义 无论是试念也好 试探也好 只要我们仅仅依靠神 任何困难都不能够击倒我们 因为神是全人 神身后的爱 以及神的无所不知 已经足够保护了我们 竟然我们知道 试念是从神而来 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我们便不需要灰心害怕 所以雅各书这么说到 你们若在百般的思念当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家中有没有美丽的 陶瓷契机呢 这些陶瓷契机上面的 美丽的图案 它必须经过火饶 才能够永远的存留在 这契机上 又或者山上高大的树木 也必须经过强风的吹息 才会砸根的更深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生活中所面对的考验 更是一种变相的祝福 我们生命中许多不顺利的环境 都是使我们生命更有深度 更完美无瑕疵的 因为看到受了思念以后 美好的盼望和所能得到的 属灵的收获的话 那么我们就能够以受的思念为喜乐了 这段经文继续告诉我们 信心经过考验后 深处忍耐 忍耐代表我们有一段的时间 要面对苦难 要容让神有一段时间 使我们又完全又完整 换一句话说 思念是有目的的 在思念当中 我们要学习让自己的生命 变得更成熟更完美 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 我们很容易选择逃避或回避 我们想通过环境的改变 让我们安然度过 但是当我们都明白了 如果没有时间的逃避 没有经历 没有思念 我们的生命就难以成长 就好像以前 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历40年的艰苦的思念 他们不停的在旷野围绕而行 深知40年后 他们才可以进入加兰美利 而这时候摩西提醒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 告诉他们说 40年的苦难不是毫无益处 不是白等的 而是上帝在逃避以色列百姓的生命 让他们更幸福上帝生命 记第八章四节到第六节所说的 所以雅各告诉我们 思念是痛苦的 不受欢迎的 但是思念对我们很重要 因为上帝看我们的生命是转变的 比环境的转化来得更加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改变环境 就以为没事了 但是上帝要的是我们生命能够成长 被塑造 神容让一些事情 发生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 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去成长 更像耶稣基督的品格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不要再逃避思念的环境 让我们勇敢的去面对它 因为耶稣与你同在 第二 祈求智慧 讨神喜悦比解决事情来得更重要 雅各书第一章五到八节提醒我们 在思念当中要懂得向神祈求智慧 当一到思念 我们立即会想到很多方法去对付应对 利用可动用的资源 显示自己的能力 请叫别人来帮忙 只要处理好 我们就觉得事情搞定了 而忽略了向上帝祈求 雅各议设了我们会向上帝祈求 但我们应该求什么呢 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说 要求智慧 因为这位神是厚赐于众人的神 他必定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智慧 当我们面对困难环境的时候 或许会求神给我们智慧 能力去解决 或许会求神将男主给挪开 然后再加上一大堆的带导的事项 将带一半的事交给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祷告往往把计较 事情是否能够解决为我们的导向 所以我们求的智慧 是否能够把事情给用好而已 但到底神要赐给我们什么的智慧呢 圣经给我们两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向神求 因为我们在思念当中 所要的依靠的不是权势有地位的人 而是上帝 经文在这里提出要向神求的两个原因 因为一 神是后赐给每一个人的神 第二个原因是 神是不施责人的神 那我们先回到第一个原因 神是后赐给每一个人的神 后赐就是很大方的给我们 而他自己却好像还没有给过的一样 他自己没有缺乏 就好像大海给了我们一杯水 大海的水仍然没有缺乏的意思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也是这样的 只要我们愿意求他 他就非常的愿意 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智慧 而他给了我们这些智慧以后 他自己仍然没有缺乏 因为上帝是智慧的源头 另外上帝也是一个不斥责人的上帝 他喜欢我们向他祷告 祈求 他绝对不会嫌弃我们的麻烦 长气 啰嗦 他不会因为我们求多了 就责备我们 只要我们所祈求是合乎神的心意 那么他就必赐给我们 因此我们在思念当中 可以向神寻求智慧 好让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 能够在思念当中 站立得住 第二 向神寻求智慧的第二个原则 就是要凭做信心求 凭做信心求就是单一的 而专程的来依靠上帝 信心不但是指 相信神会赐给我们所求的 也指对神全心全意 不动有的信靠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也曾经教导我们说 你们祷告 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就必得着 是的 当我们处在困难的环境当中 我们常常很难相信 神会给我们什么 我们受到眼前所处的限制 以至于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 以至于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 总是带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但是圣经在这儿 要我们凭做信心而求 所谓的信心 信心不是凭做感觉 不是我们感觉 事情会怎样 会怎样就怎样发展 就以这样的感觉 向神求 信心不凭做感觉的 信心也不是凭做 眼睛所看见的 不是我们看见的环境如何 就以看见的环境来决定 将会给我们什么 信心不凭做感觉 也并不凭做眼睛所看到的 还有信心并不是凭做我们的理由 不是凭做我们的理性的分析 来解释神的全人的 信心不凭做感觉 不凭做看见 也不凭做理由 真正的信心是凭做上帝的话 在上帝亲口应许的话里 来抓住上帝 我们可以抓住 神在圣经所对我们所说的话 来作为信心的根基 在圣经里面说 只要我们凭做信心向神求 神就必给予我们 那么我们就全心全意 相信这句话是真的 你敢相信吗 这就是以上帝的话 回根基的信心 也就是真的信心的 接着经文告诉我们说 只要凭做信心求 一点都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在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意思告诉我们说 不要怀疑神的信实和能力 神的绝对他的可靠性 他怎么应许 怎么承诺 他就怎么为你而实现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怀疑上帝呢 特别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刻 也许有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在逆境当中 不知不觉来到十字的路口 环境必不使我们快快要做出选择 这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选 哪一条道路 选择确实是一种苦恼的事情 于是我们就急着要知道 上帝的心意如何 我们希望能够做出个正确的选择 以免日后会后悔 那么我们就不可以心怀恶意了 我们不能够一边想按照上帝的心意过活 另一边就想按照自己的意识喜好来过生活 如果我们体贴自己的心意 那么对上帝的心意就很难分辨清楚了 以致我们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谓的凭信心寻求智慧 就是要专一真诚 毫无疑问的求 神就必定的会赐福于我们了 就好像有个例子 有一天 有一个父亲到他地下室找东西 他的儿子来找他 儿子站在地下室的路口向下观看 只见到地下室一片黑暗 什么都看不见 于是这孩子大声的呼叫说 爸爸 爸爸 爸爸就问他说 找我有什么事啊孩子 这儿子就说 我要到地下室去 父亲抬头仰望儿子 清清楚楚看见着他 就说 你跳下来吧 儿子说 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你 我看不见你 我不敢跳 父亲却说 爸爸看见你 爸爸就在你的下面 勇敢地跳下来吧 爸爸一定会借助你的 儿子看见一片的漆黑的地下室 想到他的爸爸是信实可靠的 于是这孩子就鼓起勇气来 往下一跳 父亲立刻地把他借在他的怀中 是的 这段今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 我们要讨神喜业 比解决事情来得更重要 得着智慧的焦点 不至于有无力的解决问题 而是懂得将神放在我们所谓 无论思念多么的难受 我们仍然要去思考 怎样活出一个真正的信仰生活 第三方面 卑微以富足属灵身份 比社会的地位更重要 雅各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说 怎样看待卑微的人 乍看这三节经文 并无提及思念这两个字 似乎跟思念不相关 但从上下文来看 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十八节 都在讲到相关这一个主题 思念这个主题 当时教会里大部分 都是属于低下阶层的人 他们活在困苦之中 雅各书第二章六到九节 如此描述 有研究显示当时候社会的情况 富人与贫穷人两极分化 富人占了一层 穷人占了九层 穷人当工人 农民或是病在身边的人 收入微薄 生活困苦 在当时的教会 究竟有什么具体的思念 需要他们去面对呢 在教会当中的低下层的人 也有上流社会的人 他们在教会里活得不和谐 卑微的人在教会里被人小看 被人轻视 是在雅各书第二章五到八节所描述的 教会在面对不同的身份背景的人 人否平等相待呢 雅各在此特别提醒两方面的人 第一方面 困苦的人不需要自卑 不需要觉得自己在社会是被践踏 亲世的人 有钱的人 有势力的人 也不要以为别人一定要对他们 有过分的尊重 因为神将卑微的人升高 神看重我们的属灵身份 比我们社会的地位更重要 经文鼓励我们活在思念中的人 叫我们认定我们不是没有用的 不是该受践踏的 不是卑微的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我们都是上帝宝贵的儿女 是上帝的珍重的 是上帝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十字架的恩典 所以我们成为上帝的宝贵的儿女 跟你的个别的朋友们说 跟你的家人说 你们是上帝宝贵的儿女 因此在教会里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却要互相彼此尊重 雅各苏借着形容 富贵是短暂的 他用草上的花来做比喻 这个比喻对中东一带的人 都是很熟悉的 在沙漠地区里 只要有一阵的小雨 就会使绿草发润芽 但是这些的草花 只要被太阳一晒 再次热的阳光就会晒干这些的润芽 以至于一无所存 沙漠东南方吹向巴勒斯坦的热风 温度更使人惊讶 感受到非常的窒息 这种的热风破坏力很大 在一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摧毁所有荣作物 因此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 因为他必要过去 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太阳出来 热风刮起 草就枯干 花也凋谢 美容就消磨了 那富途的人 在他所行的事上 也要这样衰残 这使我想到 英国维多亚女王 在临时的时候 他再三地叹息说 这样大的荣耀 但是这样短暂的时间 英国维亚纳女王在60年 但是转眼就过去 剩下的只是一座冰冷的坟墓 另外 苦时候有一个国王 富甲天下 但是却没有快乐 有人就这么地告诉他说 你可以写写老鹰 把家安在天上 世上的危险 烦恼就无法摇动你 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他说 他说如果我们单单的是依靠神的话 人就在地 心在天 超越一切的患烂 烦恼 我们也同样会快乐起来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贫穷吗 你缺乏金钱吗 财干 美丽 是上帝的恩典 是上帝所赐的永生 所以你们要喜乐 在上帝的眼中 你是宝贵的 你是富足的 你是望王之王的 你是上帝的恩典 你是上帝的恩典 你是他的眼中的宝贝 他是你的父 你要为这些不能够失去的 而欢喜快乐起来吧 最后 雅各书提醒我们 纵然落在思念当中 我们要明白 神要逃造我们的生命 让思念使我们的生命成长 我们要思念当中 寻找上帝的心意 要讨上帝的喜乐 而不是单单去解决困难 因此 无论任何的环境 请记得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有这个尊贵的身份 愿上帝的话 帮助和提醒 在线上的每一个参加 崇拜主日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的神 你是美善的 在满有思念的人生的当中 求你纪念我们 本体是软弱的 感谢你用真道生了我们 我们既是你所生的 我们就是你的儿女 天父啊 求你帮助我们 信靠你 主啊 我们如此简单的祷告 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们 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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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永乐是我完全的自由 宝负告 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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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身体为我而生 带我逐黑暗 进入黄银果渡 是我在此能看见 主耶稣 我感谢你 你的保鲜 为我而留 宝贵是这首 一只蓝天永乐 是我完全的自由 宝贵是家的大门 似我生命 主耶稣 我福福敬拜你 宝贵是家的救恩 是你所里的缘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宝贵是家的大门 似我生命 主耶稣 我福福敬拜你 宝贵是家的救恩 是你所里的缘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宝贵是家的大门 似我生命 主耶稣 我福福敬拜你 宝贵是家的救恩 是你所里的缘 你的爱不改变 你的爱Не不改变 你的爱也不改变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 在我们还没有领受圣餐之前 我们按照保罗教导的吩咐 天父我们要认罪悔改 以免我们吃了自己的罪 请弟兄姐妹们 开身来认罪悔改 请 天父我们在主你的面前 向你认罪悔改 主啊 我们得罪您 求你原谅我们 感谢你用你的宝血 遮盖我们的罪 使我们成为蒙恩的罪人 让我们有福气 领受主你的饼跟杯 谢谢你 奉主耶稣名求祷告 阿们 请听主耶稣所设立圣餐的话 就是按照使徒保罗所说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注谢了 就掰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吃饼以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心烟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了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再来 我们的主耶稣 拿起饼 掰开以前 他向我们的天父 做感谢的祷告 此刻我们来效法 耶稣的感谢祷告 我来领大家做感恩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爱我们 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降世为人 谢谢耶稣 您不以我们的神为同等 您谦卑自己 惜己 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 将自己 被钉在十字架上 留下保险 洗净我们的罪恶 替我们而死 还我们的罪债 使我们能够与天父复合 感谢耶稣 你是真神 第三天你从死里复活 升天 坐在父神的右边 常常为我们祷告 我们能够拿什么 来回报你的恩典呢 我们只能够集齐主你的恩典之悲 跟病 来还我们对主你的爱 谢谢你 你没有抛弃我们 你赐下圣灵 作为我们的保卫师 常常 扶辟我们 引领我们 带领我们 免得我们 跌入试探当中 恳求圣灵 现在来圣化 我们所 赐的病 为耶稣的身体 恳求圣灵 同样的 捷径 这个杯 圣化 这个杯 为耶稣的保血 恳求天父 请你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能够 心意更新而变化 奉主耶稣 名求祷告 阿们 主耶稣 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 掰开 主写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而舍的 你们应当如所行 为了纪念我 此刻 我们一起来 领用 这饼 心中感恩 吃饼后 同样的 主耶稣拿起杯来说 这杯 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心意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应当如所行 为了纪念我 我们一起来 领用 心中感恩 我们一起来 做感谢祷告 天父 谢谢你 透过圣餐 使我们与你有关系 也和弟兄姐妹们 有关系 主啊 求主 你的圣灵 继续的引领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都有主 你的建固 与保守 奉主耶稣 名求祷告 阿们 你们每逢所 赐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祂再来 户口在荧幕上 也可将单据 email或whatsapp 给我们的教会 干事 凯乐弟兄 电话号码 跟email 都在这个荧幕上 或者是弟兄姐妹 可将十一封线 交至教会的办公室 恩惠堂也在2021年 推动读经运动 六月份将读完 耶和福音 雅各书 彼得前后书 及提多书 盼望弟兄姐妹 跟着读经表 每天读一段经文 让我们爱主 从爱主的话 以开始 下周 德士丰伦员 蒋元氏 以贵心传道 他的正道经文 是在彼得前书 一章 一到二十五节 主席 及敬拜主领事 李承文长老 虽然现在我们没有办法 参与实体的敬拜 不过这样也不能 成为我们的阻牢 我们也彼此欢迎 在我们家里 能够参与 线上的敬拜 我们在家里 有家人一起 可以一同彼此的 鼓励欢迎 现在我们为几件事情 来带刀 首先我们为 马来西亚的疫情 来带刀 还有为着 疫苗注射的进度 来带刀 还有我们生活 所要面对的一切 来带刀 我们同心祷告 永恒的父 万无的主宰 在我们的国家 疫情的严重当额 愿你的保守 我们这样的环境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 控制瘟疫 但使我们大家 更加的团结 同心来抗议 因我们知道 神长血在其中 最高元首也召见 许多的领袖 来策划 在经济整合 疫苗注射的进度 人民或各行业 所面对的困境 愿神是带领者 有聪明智慧 做出最好的决策 让我们生活 虽然面对困境 但我们信心祈求 毫无疑惑 在试炼中 看见成熟成长的途径 经历苦难 试炼中 所带来的结果和喜乐 因神的计划里 有美妙的这个目的 使我们坚持得胜到底 我们也为这奉献 感恩来祷告 感谢天父的赐福 让缺乏贫困的心灵 得以富足 富足的在世上 却未不足道 让我们晓得 现在不是坐着看看新闻 或是谈谈现在的局势 而是站起来行动 花草也要凋谢 容貌也要老去 既在天上的财宝 信也将在那里 选择神所赐予我们的智慧 我们将如此感恩祷告 奉靠主耶稣圣明祈求 阿们 向我们以这首歌来回应神 祝你爱我 温暖我的心 祝你领我 陪伴我 陪伴我 与我 同行 当我软弱 失望 回心 时候 你将我 拥抱在你怀里 祝我 祝我爱你 和送你生命 祝我赎你 寻求你 温暗大 温暖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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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是我的力量 祝你是我的盼望 是我万难中永远抵抗 祝你是我的力量 祝你是我的盼望 祝我能力 是我站立 让我生命充满喜乐 祝你爱我 温暖我的心 祝你领握 陪伴我 与我同行 当我软弱 失望归心时候 你教我 拥抱在你怀里 祝我爱你 割送你生命 祝我树立 寻求你 和我亲近你 丹丹主持 耶稣 你的荣美 吸引我 来快跑跟随你 祝你是我的力量 祝你是我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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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我的灵 使我占领 让我生命充满喜乐 赐我的灵 使我占领 让我生命充满喜乐 我的盼望 我的盼望 Hallelujah 我的盼望 Hallelujah 你是我盼望 Hallelujah 下面请李济阳牧师为我们阻挡 此刻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赐福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有们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远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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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莫岛三会